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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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艺圈在爆me2事件 艺人严雅伦遭网红歌手要乐爆料 把两人的那段曾经统统摊在了阳光之下 洋洋洒洒写下五年前 还是16岁的自己与严雅伦交往的过程 说到严雅伦就是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 但没想到两人交往过程中 严雅伦偷拍不哑影片 2018年外流让他备受打击 不仅所有工作一瞬间停止 人生好像也毁灭了 你却跟我说 你尽力处理好 给我几万块付律师费 还有几万块生活费打发我 就没有下文 跟提到严雅伦还跟别人说 如果出来选择爆料的话 要请黑道解决我 面对一连串指控 严雅伦也在晚间发文道歉 表示自己在感情上 有很多偏差扭曲的做法 这件事是个人感情处理不好的结果 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也希望能当面跟要了道歉 就算已经道了歉 但严雅伦的行为恐怕已经触发 为了这个少年的同意 对于16岁的少年拍摄性影片的话 也违反了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第37条的规定 这个行为本身偷拍 就可以再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回忆其不堪的过往 要了凌晨发出采访通知 决定要开记者会 回应社会大众 欢迎晚上王钱黄才报道 哈喽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